好然美国现在还面临了气候的威胁 这是飓风密尔顿在美东时间周三晚间 从佛罗里达州的西岸登陆 尽管目前已经降为了一级飓风 但是暴潮跟豪雨依旧威胁当地 位于坦帕湾区的圣彼得堡 破纪录下了超过400毫米的雨量 当地的职棒球场屋顶甚至是整个被吹烂 而在飓风来袭之前 佛州全境还发出了上百个的龙卷风警报 创下单日最高的记录 目前至少造成两个人死亡 而稍早飓风的风眼 则已经从佛州的东岸出海 但官员警告暴红跟暴潮恐怕还会持续 强风暴雨直击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 飓风密尔顿在最后一刻稍稍往南瞥 在美东时间周三晚间八点半 以三级飓风最大持续风速每小时195公里 从距离坦帕南方112公里的西野斯达礁岛登陆 尽管佛州第三大城坦帕逃过飓风直接上岸 但同在坦帕湾区的圣彼得堡 破纪彼降下422毫米的雨 是当地千年一遇的降雨量 佛州地方电视台画面显示 位于圣彼得堡的美国职邦大联盟 坦帕湾光芒的主场纯品康纳球场屋顶 已经被狂风撕成碎片 球场原本要当作可容纳1万救难人员的大本营 飓风来袭前已摆满行军场 现在计划恐被打乱 佛州州长德桑提斯表示 希望人口密集的坦帕湾能躲过严重灾情 由于密尔段在涨潮前登陆 爆炒最糟的情况或可避免 不过专家说 海水仍可能上升到四公尺高 专家指出威胁最大的其实不是强风 而是爆炒和降雨 尽管现在密尔顿已降为一级飓风 但风速每小时仍达150公里 仍旧保持能量相当危险 佛州奥兰多的迪士尼主题乐园 周三起陆续观园 周四连同环球影城度假村和海洋世界 全面关闭 不过有游客兴致不减 密尔顿是今年袭击佛州的第三个飓风 目前佛州已有超过300万人断电 坦帕附近记录到时速160公里的阵风 当地发布爆红警报 暂停紧急救难 在飓风登陆前 佛州多地也发生龙卷风 全境至少发出116个龙卷风警报 创单日最多记录 佛州州奖表示 密尔顿至少引发19场龙卷风 多地受害 摧毁约125栋房屋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这个政府并没有做到正确的工作 太可怕了 没有人看过什么 但我们只是祝福大家 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够好 我们会在那里 希望在那里 我们会帮他们改变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在宾州造势时 为佛州人祈祷 但也不忘批现任的拜登 贺锦丽政府 美国总统拜登 则在呼吁民众避难之际 言辞痛批川普 带头散布谎言 就在之际 美国政府还要立抗布什的假消息 至少三名共和党议员 也谴责这样的阴谋论 分析师估计 密尔顿可能对全球保险业 造成最高1000亿美元的损失 与2005年卡催纳飓风相当 TV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